在两个人交往过程中 包括很多金钱的来往 洪姐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所以我们为了把事情调查清楚 我们的编导也是专门到了医院 去找到了这位洪姐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记者当时采访的一个情况 一起来看一下 记者为了调查事实的真相 驱车找到了北京某医院 几番打听之下 确实找到了一位叫洪姐的护士长 而这位洪姐也证实 是和李先生在一个院子长大的 可是他不愿意接受记者的采访 但是他在和他聊天的过程中 却发现他的话和李先生的话 大相径庭 就他得了骨囊肿 最后转为骨癌 都是您在帮助的 我不可能的事 我跟你说他得骨囊肿骨癌 这些事我全部知道 您听我一说 不是不是我没有 我不知道这事 我曾经帮助过他一次 是什么原因呢 是特别早 就那么围堵一次 晚上我再也没见过他 那是几年的事 这一说得有八九年了 特别早了 他还冒充您的这个口吻 去跟女朋友去交流 他说这个号是李红的号 我没有他手机号 先生 其实我们 是这样 我看到的这个画面 有些话我没法说了 因为不是说我在撒谎 或怎么着 但是我只觉得 有些事情 我已经解释不清楚了 在这个问题上 我可以说有 就是说这个问题上 首先我有些事情 我没有跟他说的那些 这我承认 但是他的这个里头 我说的也并没有 并没有那什么 因为怎么说呢 我听了这个半天 我不知道你想解释什么 你是想说 这个洪姐 说的话是不对的呢 还是 有出入 什么出入 我现在不想解释了 因为有些事情 我觉得越说越越那什么 那不解释了 因为怎么说这里头 由我做 我能不能解释 你根本解释不了 实际上是这样 你面对现实 我现在是这样 现实用 是你一切 现在是这样 现在是这样 不是说我不能解释 因为解释话 多 言多 必可能就觉得 好像有时候 我再还在圆在谎 我不说 你先告诉我 你们有多久没见面了 你刚才你的描述是最近 包括你们在谈恋爱期间 一直联系 但是刚才洪姐说 对 他说的是 八九年 他八九年了 但是我没有八九年 所以说有些事情 是七八年 还是五六年 还是六七年 就是说 你们最后一次联系 最后一次联系 我现在记不太清了 反正但是 也就是说 他根本不知道 你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不说 那有些事我没法说了 好 因为必定 有些事我没法 就他包我 你怎么没法说呀 你说你前两天 你还跟他通电话了 你怎么会没法说的 那我怎么说 这一个现实的人 摆在这儿 是现实 你为什么说不了了呢 邓女士 我交给你一招 你什么时候是知道 他是说谎的 什么时候知道 他不说谎 我发现一点 只要是说真话的时候 他就吞吞吐吐 然后就说不出 一完整的话来 可是他跟说 那个洪姐怎么怎么着 说说得特顺了 当时他那个话 一下子那个语气 整个就变了 就变得特顺 你先听我说吧 他变得特顺利 我说我当时就心想 这好像不是真的 然后那个 妮阿姨就开始说了 咱们在这儿 要说真话 就大家都有这种感觉 就你一说顺利的时候 那就是简化了 跟邓女士交往这一年多的时间 这个借了三万多块钱 如果我们纯粹说您完全是欺骗吧 这三万块钱 好像您也没有去做一些 比方说什么其他的事情 全用在了买在了药 然后您也没有这些病 还把这些药吃了 所以我就想知道 您到底是为什么做这些事情 撒了这么多的谎 借了这么多的钱 现在是这样 说句实话 就是想把他 那个就留在身边 我确确实实地 慢慢慢慢地喜欢上他 我们从去年 大概春节以后吧 每一周就是去他们那儿去唱歌 而且都是我们两个人 就是比如说唱歌 男人对照 那是在他们里头 属于唱歌是最好的 而且那个默契程度 有时候比较好难忘 就是说 我就觉得这些好些事情 不是说想把就能忘得掉了 有些东西 所以我还喜欢人写啊 求到他的 欢恕或者说的量解 还能够 给我一次机会 我用 我用以后的实际行动 我们两个哪怕说 我就跟他说过 我哪怕说 我们两个人一起 连起手来 把这段砍过去 以后怎么都能好 不会永远是这样 而且我现在也是这样 我真这么困难 我不相信 永远我都这么困难